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谭先生 上一集去完深水埗 深水埗一间戏园都没有 你又说带我来旺角看戏园 但我只见到一间戏园 这间八老汇不是第一间八老汇 正式的第一间八老汇 就在彌敦道亚街路街口 即是汇丰银行 除了那间之外 这里有很多很多戏园 你都猜不到 这个荷里活商业中心 以前也是一间戏园 就叫做荷里活戏园 这间荷里活戏园 就是邵氏的龙头戏园 在旺角最大就去 我们这里走进去就会上二楼 然后在那边 就会看到有条楼梯 上去买票 那我们下去看看 就是了 去到这里 现在它也是一个正门 它的正门就是进去买票 然后在那条斜的楼梯 每次午夜场就会看到大明星 就站在那里 就站在那里 对了 除了这间荷里活戏园之外 我们又要过一条马路 对面就有另外一间戏园 荷里活就是我们香港邵氏的 那间戏园是国货的 我现在和你过一过去看 国货的戏园是怎样的呢 这间就是当年的南华戏园 南华戏园它是做国内线的 但是它有趣地方 因为没有人看的 所以它在早场 它是做回香港的电影 当时我们多数都光顺它 都是看早场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为它是国内的 它是专播大陆片的 有个说法当年 是很可怕的 就是说 你进去这些大陆戏园 都会被人拍到照片 你就很有麻烦了 那就吓得有些人 很多人都不敢 进去这个大陆戏园看电影 就是这间南华戏园了 但现在一些痕迹都没有了 没有了 拆了很久 接着我们兽子的时候 就最喜欢来这里 就不是看电影 因为没有钱看电影 原来这里 是每一天 都有个阿叔 摆在这里 摆地摊 筑棋的 那些筑棋 摆棋 筑棋 不知五毛钱 一铺 或者一元一铺 你跟它斗筋 你筑赢它就会赢 不然就会输 不过永远都会输 去摆棋 就是这里了 现在都没有了 连这些 我们以前兽子见的东西 都不见了 真是有几可惜的 黄先生 你带我来这里 买球鞋 还是买电脑 我来带你 看这个戏园 这间旺角电脑中心 以前是一间 很有名的旺角戏园 它叫做逸多里 我为什么 这么紧张 要带你来看 就因为这里 影响了童年很多 原来这间戏园 逢礼拜入 它会做祖场 我们这群儿子 就很流行 每人找份报纸 拿十本八本公仔书 就在它散场的时候 铺在这里 互相买卖 那兽子就赚到钱 来买其他公仔书 就是这样 就在这里 接着这条街 特别多食物 为什么多食物呢 就因为它这间戏园 这间戏园 它每一次散场 那些人 就会走去 斜对面 那里就有个球场 平时那些车车档 就在这里来的了 就全部就在这个 戏园里面成长的了 所以我特意带你来看 其实旺角对于你的感觉 你是怎么看这个地方的呢 旺角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是没有人说的 就是旺角是全香港的中心点 我以为是深水埗才是 不是的 走开打开 你有没有火车站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收得皮 它那里有小巴总站 是 以前有码头 有啊 有火车站 是 是 还有呢 它是向南北走呢 就会去到元朗那边去的 南北 如果去樊走呢 就会去观塘 就会去到大埔那边的 即是说呢 它是购买了所有东西的 全部是很方便的 所以就造成了旺角 有个文化气质在这里 这个文化气质 包括它有很多学校 它有很多学校在这里 几乎很多学校 很多戏演在这里 你在旺角呢 你可以找到任何文化的东西 譬如说 我们去到余林书店 去看很多台湾书 我们去到大陆书店 去看大陆的书 甚至乎有英文书店 我们看到英文的书 日本书店都有 小孩去做衣服 男孩去荷里活 是的 食肆 你是想吃什么材都有 你热气 也有个叫单眼老涼茶 你知道吗 有个单眼老涼茶 帮你搞定热气 所以 我会比较 挺喜欢旺角的 所以我就很希望 我们 不是我们 很希望你们年轻一代 继续用你们的方法 将香港最好的东西 保留去 将香港以前最好的东西 我们记录去 将你们觉得香港怎样好 或者消失了一些东西 我们一定 当它没消失之前 要好好保留 要好好做好它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 唱好香港以前的香港 明镜需要代表 明镜需要支撑 人员 我们学生的 Sequence